尿道炎又复发。 改善尿道发炎10个饮食撇步 尿道炎让你痛到受不了,阴道炎让你痒到难眠 平均每五个女性之中,便有一个曾患尿道炎。 尿道炎的症状通常很明显,并会复发,如果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后果可能很严重 女生或多或少都有这些问题,可能因产后损伤化膿,精气清洁不够,洗涤用品不前进,游泳池内感染等 尿道发炎是一种密尿道感染,其实密尿道感染指的是人体内的诊断密尿系统的任何一处受到病菌感染 所谓的密尿系统从上至下包括了肾脏、输尿管、膀胱和尿道等等,男性则会再加上射护线,无论是哪一个部位的密尿道感染,都会引起排尿方面的不适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U.S.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为交资讯网站 MedlinePlus指出,尿道炎是指尿道出现肿胀、疼痛等发炎症状,细菌、病毒都可能引起尿道炎 造成尿道炎的细菌种类包括大肠杆菌、P1菌、磷病双球菌等,这些细菌也可能造成密尿道、性病等 单纯泡疹病毒、聚细胞病毒也可能导致尿道炎 什么人容易尿道发炎 由于尿道较短的因素,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发生密尿道感染,此外性生活也是影响感染的风险因子之一 女性 性生活丰富的人,包括性交次数过多以及多重性伴侣 平经之后的女性 平经之后的女性 例如使用杀精剂等等 某些免疫力较弱的人,例如艾滋病患或服用免疫抑制剂等等 尿道炎症状 尿道炎症状 平尿 但每次只能排出小量尿液 排尿液 排尿液热或疼痛 尿液热或疼痛 尿液混浊,甚至带血 排尿液热或疼痛 小腹胀痛 进尺骨位置 显示膀胱发炎 发烧 护心呕吐 发烧,护心呕吐 显示肾脏可能受到感染 尿道炎发生在男女性身上的症状有些许不同 女性尿脑炎症状 女性尿脑炎症状 排尿时有灼热疼痛感 排尿时有灼热疼痛感 排尿液热疼痛感 发烧或发冷 排尿液热疼痛感 频繁或疾破的排尿 排尿液热疼痛感 股盆,腔,疼痛感 排尿液热疼痛感 性行为疼痛感 性行为疼痛感 排尿液热疼痛感 有异常的阴道分泌物 排尿液热疼痛感 男性尿脑炎症状 排尿液热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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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繁或急迫的排尿。 引经有骚痒、压痛或肿胀感。 腹骨沟区域淋巴结肿大。 性行为或射精时疼痛。 尿道炎可能引发的并发症。 女性。 唐光炎。 子宫颈颜。 骨盆腔发炎。 男性。 唐光炎。 父义颜。 一碗感染。 一碗盐。 前列腺感染。 前列腺炎射护腺炎。 尿道炎治疗。 根据哈佛健康杂志。 Hofford Health Publications。 资讯。 如果发现排尿频率增加,排尿疼痛或灼热感。 。 甚至发烧,发冷,或是男性出现异常阴晶分泌物,女性发现异常阴道分泌物,性行为时有出血或疼痛,都应该尽速就医诊治。 。 细菌感染造成的尿道炎,可以依据病情需要,细菌抗药性,由医师开力适合的抗生素治疗。 同时,患者在治疗期间也应避免性行为,并与性伴侣一同接受尿道炎诊疗。 。 另一方面,外伤或化学物质刺激造成的尿道炎,通常比较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但如果身受症状困扰,医师也可能开力尿道止痛药,帮助减少排尿时的疼痛和灼热感。 。 尿道发炎饮食该怎么吃? 。 。 。 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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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排尿量,使恶菌不易囤积引起尿导盐。每天6-8杯碱性水为宜。 多吃蔬菜或饮用蔬菜汁。 蔬菜属于碱性食物,带酸味的水果更有益,柠檬、金桔、百香果、奇异果等,能减低炎症反应,提升抵抗力。 建议切糖类及过甜水果。 含糖食物对皮肤病不利,应彻底解除,如饮料、甜点、西瓜、哈密瓜、香蕉等。 借大补阳气及热性的食物。 发炎代表身体有若干程度的积热现象,所以不宜使用这类食品——高丽参、龙眼、芒果、鸡、樱桃、释迦、红枣。 借辛辣及刺激性食物。 此类食物。 这类食物会使尿道炎发炎加剧,必须禁止烟酒、辛辣、卡里、胡椒、韭菜、生姜、煎炸食物、蒜头。 借发炎。 有尿道炎或其他发炎症状实施,要借吃所有会引起发炎的食物。 香菜、烧鹅、牛肉、鸡蛋、咸蛋、虾蟹、贝壳类、芋头、竹笋、花生、腰果、意大利面等。 借炎性强食物。 会造成炎症就不能散,甚至加剧。 当患有尿道炎与其他炎症、口腔或皮肤溃疡、肿瘤或癌症等,一律要借糯米和芋头。 借面粉制品。 现在面粉还有太多化学添加物,会削弱免疫力、面包、蛋糕、饼钱、馒头、面等。 借奶制品。 借奶制品。 。 会滋养细菌,应避免食用、起司、牛奶、乳酪、奶油等。 。 借不良油脂,煎炸食物都有不良油脂,尤其是回锅油。 。 。 建议补充优良辣脂肪酸、糙米油、亚麻子油、芝麻油等,有助提升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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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侧后应从外因由前往后置肛门模式。 防势要注意卫生。 避免使用含香料成分的肥皂、阴道灌溪液等。 避免穿住太紧身、不透气的裤子。包括内裤。 不要憋尿。 磁激素药物,常用于停经后的女性。 因为磁激素会降低密尿道感染的几率。 饮用充足的水分以增加排尿,排尿有清洗尿道而防止感染的作用。 感谢观看!